这两天关于高铁上要不要卖卫生巾的话题吵得特别的火 起因就是15号一个女生坐高铁的时候 因为月经提前 然后呢就发现这个高铁上没有卫生巾可以卖 后来呢在乘务员的帮助下找到了一片卫生巾 才解决了问题 回去之后呢这女孩就建议说 高铁上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售卖一些卫生巾呀 那不然像我这种情况多尴尬 后来12306就回应说 这个卫生巾啊是属于私人物品 不正常售卖 卫生巾的需求量大 保质期长 而且还可以单片售卖 这么一个完美的零售商品 说它不适合售卖 本来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然后就有很多女性站出来呼吁高铁应该要卖卫生巾 与此同时呢又冒出来很多男性 他们持反对态度啊 理由就是比如说高铁卖卫生巾 那这个高铁票价是不是得涨呀 就是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 我就发给我朋友看 我朋友看了几个关键词 他以为讨论的是高铁上卖高价卫生巾引起了争议 结果没想到我们讨论的还是高铁上 要不要卖 能不能卖卫生巾的问题 我还看到有人说 这么一点破事就要上升到女权 真是吃饱了撑的 在这本看不见的女性中 作者提到了美国的一个数据分析 说将人权问题界定为女性权力问题 会降低男性政治家支持立法的可能性 如果一项人权法案主要由女性提出 最终会被削弱 各州也不太可能投入资源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独属于女性的议题 会被边缘化 或者说一旦一个问题被打上了女权的标签 那么他就可以被无视 其实女权是什么 女权就是人权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更多的奇葩的言论 比如说尿都可以憋着 那你月经不能憋回去吗 或者说什么拿几张纸垫一下 忍一忍等等 也有很多人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会吵得这么沸沸扬扬的 也更不能理解 为什么一群不来月经的人会对这件事情指手花脚 会那么的愤怒 我的态度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无需跟个体争论 就像这个作者所说 在某种程度上 个人动机不重要 重要的是模式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这群男性的加入 不管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就像2020年 网上引起了一大波关于月经羞耻 月经贫困的讨论 是因为那一年的2月初 29岁的梁玉 注意到了女性医护人员 她们要长时间的穿防护服 那么来月经了怎么办 她就非常自然的问了一句 说前线医护人员的 卫生金安睡库还够吗 在此之前 在筹备物资的时候 她们谁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于是梁玉就这样发起了一个 叫姐妹战役安心运动的公益活动 在30天的时间内 为84000多名女性医护人员 筹备了必须的卫生用品 然后月经这个话题 就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公众事业 我印象很深的是梁玉 他们当时有一个 关注月经贫困的公益项目 然后在这个项目上线的前几天 梁玉就意识到 这个项目的名字中 一定要包含月经两个字 她说我们肯定会被骂 那么既然会被骂 就不如让我们的名字多次被提及吧 于是她就把这个项目的名字 改为了月经安心运动 但是呢就被阻挠了 理由是名字中含有不雅词汇 因为这是原话 但是这个项目还是成功的上线了 包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 所以现在我们能公开的去讨论它 已经是进步的表现了 那最终不管我们讨论出什么结果 我觉得只要我们在讨论 那就是进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这群男性的加入 不管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 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就是一个去齿化的动作 你只有不断的去谈论月经 我们才会让那些谈月经色变的人脱民 其次一定要言说 言说意味着我们要让社会看到 我们作为世界一半人口的刚需 它就像我们需要卫生纸一样 是再合理不够的诉求 最后一点就是 每次谈论这些话题 我都感觉月经 又一次的把我们女性给联系起来了 我总是会想起念书的时候 女生们之间借卫生巾的情景 还有那一句 帮我看看裤子后面有没有血 以及如果有血 好朋友会帮忙系上外套 我总是会为女生们之间的这种 月经情谊所感动 感动是感动啊 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段话 是我以前分享过的 亲爱的安吉维拉里面的一段话 为什么我们被教育 要隐晦的谈论生理期 如果精血不小心弄脏了裙子 要觉得极度羞耻 生理期没什么好觉得羞耻的 生理期是平常而自然的事情 如果没有生理期 人类不会存在 我记得一个男人说 生理期就像屎一样 好吧 是神圣的屎 我告诉他 因为如果没有生理期 你也不会在这里 是神圣的屎